其實常常會有人在網路上 寫Email給我 例如說他說 我想要來我的工作室 可能 實習 對 可是 基本上 先不用管說怎麼樣 因為他來實習 重點是我能給他做什麼 這是一個問題 因為他如果什麼都不會的話 是很難就是讓他來實習 因為你要教他也要花時間 對 而且 來教他其實基本上就不叫實習 那就是建議他來報名Yota的課程 就比較方便 像可能錄音師 我覺得就可以從錄音助理開始 或者說像製作人的話 你可以從製作助理開始 我有很多朋友 當初就是可能退伍之後 就先從製作助理開始做 然後就接觸到整個製作的流程 像我身邊這個年紀的 就是卡城大學剛剛畢業沒多久 其實最好的管道還是多在網路上創作 然後多去跟網路上的音樂人交流 那因為現在很多音樂製作人 他現在也不像以前唱片公司 有這麼大的量 所以也都是自己一個一個的工作室 那你如果想要去這些個人工作室 去當助理 就像老師說 就是你一定要有 你已經有那個能力了 但是其實你還沒有那個經驗 你也沒辦法一下就安破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還是多在網路上發表 然後多跟就是 譬如說不同平台的人互動 那你可以知道怎麼樣從中學習編曲 因為我蠻多朋友就是想要去 但是現在發現 欸 唱片公司好像都不太真人 然後 唱片公司西村只是發行 對 代理發行 如果你沒有音樂的能力 你好像覺得 想要去做後端啊 或者是發行 你就覺得好像有困難 但其實現在臉書這麼 社群軟體這麼 通勃 那其實你有很多管道可以去 宣傳自己的東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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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